时尚的米兰街头 传出阵阵牛肉香 西木的红色招牌 还写着熟悉的中文字 台湾料理 牛肉面 我就是有葱 蒜 姜 先爆姜 蒜 样多一点没有关系 因为最主要的味道 就是要有这三样出来 台湾牛肉面的美味 漂洋过海到米兰 让天生就是美食家的 意大利老饕 放下刀叉 以吃成煮布 对我来说 很棒 很棒 很特别 在这里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因為我們常常用一個濃爽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嘗試 也要吃到一個不同的地方 一些餐廳混合了一些韓國的餐廳 和一種台灣的餐廳 可能會給更好吃的餐廳 而這個餐廳是比較台灣的餐廳 所以我們更開心 我們再加這個豆瓣醬 辣豆瓣醬 顛覆義大利的用餐文化 讓老外嘖嘖稱奇的湯頭 美味關鍵就在這辣豆瓣醬裡 老闆李阿靖說 紅燒牛肉麵少了這一樣 就炒不出台灣味 不是牛肉 牛肉都有 牛肉飄到那個牛夾心肉 什麼都有 然後我們現在上色 醬油 牛肉入鍋 快手翻炒 加入少許調味後 再用大火移出肉香 接著把牛肉放入熱開水中 確保肉汁鮮美 要用熱開水 不要用冷水 因為我剛出水之後 我用熱開水是馬上給它縮住 然後再慢慢的燉 把那裡面的那個原汁 把它燉出來 小火燉煮50分鐘 這一鍋紅燒牛肉湯 充滿原汁精華 配上剛燙好的麵條 端上桌 就連老外服務生 都很有台味 牛肉麵 牛肉麵 三杯雞 加剛給台灣味 在美食環四的米蘭 飄翔37年 是全米蘭唯一一間 台灣人開的 台灣料理餐廳 威尼斯也開過 羅馬也開過 米蘭也開過 這應該是最後一次 跟朋友合夥的餐館 那時候就有一個想法說 不要再為了賺錢 磨砺而開這個餐館 而要做一間 道道競技是台灣人的想法 道地台灣味的把關者 是老闆李阿靖 擁有一身精湛 廚蜜蜜的他 其實來自台灣的 名廚世家 全家五兄弟 由淮陽五虎江之稱 大哥李阿樹 曾是總統蔣經國 李登輝 以及前副總統 連戰所指定的料理廚師 像有三代玉廚的封號 更是五兄弟中的榜樣 去假的時候 去大哥那餐廳看 我廚房這樣子 哇 好熱鬧 這麼多人這樣子 而且生意一來 大家忙中有虛 而且我對做這個詞 我也有興趣 那最主要的是因為 吳大哥的薪水 因為我想吳大哥的薪水 那時候一個月 我做學徒的要做一年多 江大哥視為雕竿 排行老四的李阿敬 憑著從小對烹飪的熱愛 20歲就被罰身為主廚 1980年 他與太太曲曉雯 受邀到美食強國義大利 就此開啟了他們 用鍋鏟打天下的日子 三杯雞 最主要就是魚要給他熱 那老外也喜歡吃嗎 這賣很多 有沒有看我那個 蔥薑那些都先炸起來 原來臨時炸 來不及 我們1980米蘭的時候 中餐還沒有什麼樣蓋 那時候只有 整個米蘭好像只有 二十幾家中國菜館 不老肉啊 美式的中餐流到米蘭來 但我們一來 他就發現 不應該是這樣的 這讓外國人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一定要把這個台灣菜帶進來 這已經變成我們的一個理想 白飯還可以加喔 因為有個小姐姐 多吃一點 好 他們建議中 少不了的台灣味 還有這一碗 淋上熱騰騰肉燥的滷肉飯 鮮香入味的滷汁 加入自製的油沖酥 醬油膏 和台灣五香粉來入味 放點五香粉 五香粉也是很重要 我們台灣 台灣口味 OK 都放好了 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加熱水下去 慢慢的燉 這些滷肉飯的 這個香味都有了 燉煮好的三層豬肉 入口即化 最後和義大利白米飯 完美結合 不只征服了義大利老饕 挑剔的嘴 還填飽無數台灣油漬的味 七個月沒有吃台灣料理了 然後難得來了 來了這邊嘛 米蘭嘛 然後看到那麼多 七個月了沒吃了 超感動的 然後每一樣都超好吃 家鄉的味 阿嬤的味道 台灣學生來到義大利 最常泛起刺香病 此時古早味的滷肉飯 才吃三杯雞 還有不吃會想念的 阿嬤滷豬腳 在離家千里遠的米蘭 就是解香愁的最佳良藥 像回家的感覺 台灣料理米蘭飄香 但其實在這裡吃到的 不只是家鄉的味道 背後還有著 滿滿的台灣人情味 今天下來OK嗎 OK 由於台灣主義代表處 遠在600公里外的羅馬 每當有台灣旅客 遇上緊急事故 總是第一個找上老闆娘 取笑文 平凡的次數 還曾讓意大利警方 懷疑她是人口販子 因為你開著門 如果客人站在掉護照 來吃飯 你不進門來三個人 掉兩本護照 你看你要不要幫他 那我有一個禮拜 去了三次 其實他就說 你又來了 第三次他說 你是舌頭嗎 我說什麼舌頭 他說帶人 那個沒有聖劍 能進來義大利的 我說不是啊 他說那你為什麼 這個禮拜我已經 第三次看到你了 我也會這樣想 萬一我去法國 我不會法文 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我是不是也會感到 特別比平常更無助 一不容辭 挺身協助 讓餐廳幾乎成為 民間版的擠難救助站 37年下來 他們處理的緊急事故 不計其數 許多旅外華人 早已把這裡 當成第二個家 民眾的話 就在這邊過絲啊 然後處理骨灰啊 火火啊 什麼的話 還有重病的 一坨坨好久 他每天是送東西 去給他翻譯 送東西給他吃還是怎樣 那就是多 大家 我覺得都應該的 對不對 對啦 我那個人 人不清土星嘛 他跟你不熟 可是他是台灣來的 你要將這個心 去處理這些事情 1999年 熱心公益的李阿靖 擔任世界台灣商會理事 當時 台灣發生921大地震 他立刻帶動僑借 集結物資 捐款4000多萬元台幣 在第一時間送往災區 後來 或僑委會頒發 最高榮譽海華獎章 並擁獲李登輝 陳水扁兩任總統召見 9月底 然後我們會議開完 然後就是 大家要募款啊 就募款啊 所以那天晚上一個償位 就三四千萬 募到三四千萬 那邊 對啊 那時候我們就 第二天我們就 到這些災區啊 都市啊 什麼什麼 南投啊 我記的是南投那體育場啊 那時候我們都把這些贈災款 然後這樣子 也就 交給這些 這台收招 是不是 五思復出 不計回報 李阿靖 徐曉雯 用美食料理 向世界介紹台灣 也讓台灣人情味 成了令世界更美好的味道